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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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通过台湾之后 东北风还会增强带来 北方的凉空气 所以其实预计在未来这几天 是越来越湿凉的 特别是明天上半天的时候 虽然说天气中风还不错 但是在下半天开始 天气就要逐渐的转叉了 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明天 要比较晚回家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记得西点雨 具有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机会 而第二个是越晚感觉越凉 一定要记得戴上一件保暖的外套了 日夜温差会是蛮大的 大家要多加的注意了 所以整体来说 在明天的天气状况 刚刚提过了 受到封面雨漆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下雨 可以看到都有这个下雨的符号 那么在气温的部分 中午的时候其实还算是温暖的 各地的高温其实都有来到25度以上 但是封面通过之后 气温会开始往下滑 越晚感觉越凉 可以看到低温都大概只有20度到22度左右 所以特别提醒您晚上输 比较晚回家的话 千万要记得戴上保暖的外套再出门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